你知道在这血溪中内到底有多少位卧底吗 其中一位居然成为了血溪中的老祖 你知道他是谁吗 血溪中内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卧底 不仅和永恒之物有关 还和他们中门的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血溪中一向只看中实力 说白了就是只在乎 你是否能给中门带来什么价值 只要你带来的利益足够大 即便是拆家 他们都可以忍受 这也是为何白小春作为一位卧底 却在血溪中恨得风生水起的原因 除了白小春以外 血梅其实也是一位卧底 大家都知道这血梅其实早就被杜灵飞附身了 而他之所以来到血溪中 一方面就是为了调查血溪的事情 第二方面就是为了寻找这所谓的永恒之物了 在认出了夜战就是白小春后 他也多次对白小春暗中相助 而最让人感到意外的 就是汉颜老祖了 他真正的身份 其实是玄熙中的老祖前面子 他之所以在血溪中当卧底 就是为了挑拨血溪中和灵溪中的关系 然后玄熙中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之后在两中大战时 眼看着白小春要阻止这场战斗 关键时刻 他居然出手偷袭白小春 也正是因为这一举动 导致玄熙中最终走向了灭亡 那么小伙伴们 你知道这血溪中的永恒之物 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